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连开让饭店一房难求 不过就传出有消费者 打算用住宿券在演唱会期间入住 原本假日需加价三千元 结果业者却告知要加七千五百元 尽管业者后续坦承是内部疏失 已经照住宿券载明的金额来收费 但为了严防旅宿业者趁机轰抬价格 观光局也出击了 联合消保官依依到各旅店饭店 稽查确认客房价格没有漫天喊价 也一度传出是只有旅馆业者 要趁此轟抬房价 然后有这个发大财的行为 如果有恶意轟抬房价的行为 也得依这个发展观光条例 来进行罚还储 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观光局也提醒民众 如果发现入宿的房价疑似不合理 可以向观光局或消保官来申诉捍卫自身权益 华氏新闻消息许文男高雄报道